竹皮 網路留言說 電腦在開關機的過程 很容易對電腦造成傷害 因此電腦能夠不關機 就不要關機 好 想好了 來 留言對或錯 請作答 天啊 這有點難耶 能不關機就不關機 不要傷害電腦 不要關機 剛剛Tim哥不是叫我們手機要關機了嗎 就這麼簡單 他已經跟前面都講過你手機 可是他是電腦耶 可是他是電腦 電腦手機不是同一類的 那手機跟電腦不是一樣的嗎 電腦不用關機 手機就要關機 這是什麼理念 這不用回答的 可是剛剛Tim哥一直說 如果你手機有問題的時候才關機 他不是叫你天天關 你哪個眼看到人每天要關機 應該是說能不關機就是指說 你在日常生活平常的時候 能不關就不要關 但是如果突然有需要大更新 還是什麼有什麼BUG 你的意思說你現在出國三個禮拜 他就不要關嗎 三個禮拜可能就會關 對 那不是廢話嗎 那到底要不要關嗎 你要不要 應該是要關吧 因為只要是三七產品 就有他的壽命 對啊 你一直長期這樣開著的話 其實多少一定還是會有一點器材 不 我不相信你去南部三天 你都不關機 可是我電腦 三天我可能真的不關機 對 但是你三天會不會關 三天我也不管 不會 不行啦 來Tim哥好好回答 好 好 好 這個的網路留言 答案是 錯的 錯的 Tim哥就剛剛叫你要關機 對 你們都聽不懂嗎 剛剛已經暗示過了 前面已經幫你答案問出來 還在想 對 因為我有時候關機 很多資料沒有存到 對 所以我就習慣什麼東西 留在作業 然後休眠回來再繼續作業 是 來Tim哥好好地接受 好 其實呢 你電腦如果不常 沒有常常在關機的話 那你呢 其實會有累積相關的一些 程式啊 亂碼 一些內存 那你內存呢 如果你號到都沒有的話 你會覺得說 有時候你開這個程式呢 可能會卡卡的 會閃退 那甚至於呢 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 電腦速度變慢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你的那個 暫存的內存的這一塊呢 其實是因為它已經堆滿了 那堆滿你就要去把它釋放掉 其實就沒事 那怎麼去釋放掉 你就是把電腦關機 然後你等一分鐘後 再開機就沒事 然後我先繞回 因為很多人都是用蘋果筆電 對啊 那蘋果筆電呢 我以前也是都 不會去重新開關機 但以蘋果筆電來講 我會建議你還是一週呢 能重新開關機一次會最好 為什麼 因為蘋果的手機 蘋果的那個電腦 你現在在用的時候呢 你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可能開的程式太多 你可能要剪影片 或者是你可能要剪音樂 然後或者是 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一些 開了很多的程式 但它的記憶體空間呢 還是會顯示到一個不足的狀態 那不足的狀態怎麼辦 其實如果你有下載程式 可以去釋放它 或者是你重新開關機也沒事 但重點是 如果我們是一般的桌機 你都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知道 電競主機喔 那個電腦的瓦數都三四百瓦 所以呢會很耗電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建議你不用的時候 還是把它關機會最好 為什麼 因為我在兩年前 我的電腦我也是主動不關機的 但是我有一個後製的一個同事 他呢就是因為 他電腦不關機 你網路也沒有關 但是他在前一個月的時候呢 有點當不當連結 結果那個駭客就是在 我們離開公司的時候呢 因為你電腦沒有關機嘛 他就進來你的電腦 然後再看你的電腦裡面 有哪些的東西 他就 所以後來我們的 YouTube的帳號 其實曾經被倒過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離開 像我現在 即使我電腦不關機 我家的網路我一定會斷網 就是我不用的時候 因為駭客都 那時候會進